知乎上有人问 有修养的人是什么样的 最高赞的回答是 脸上和心上都硬生生地刻着尊重儿子 上至长辈亲友 下至晚辈儿女 他都以尊重的态度去与之相处 从不抬高自己 从不贬低别人 人的一生总会与太多人相知相遇 没必要将彼此之间的存在 分个你高我低 相反 与别人相处得出优越感的人 大可称之为愚昧 做人就是这么一个理 大学士纪小兰曾经去舞台山游玩 走进庙里 方丈打量了她一番 见她一态一般 便说 坐 又叫一声 茶 意义为随便的茶水招待 得知来的是京城客人 方丈恭敬站起 立马领计入内庭 改口为 请坐 泡茶 再经过一番 再经过一番细谈 才得知 来的是礼部尚书 纪小兰 纪小兰 方丈谦卑地领纪小兰入禅房 尴尴尴尬地陪笑道 请上座 泡好茶 纪小兰 纪小兰 纪小兰临走时 方丈拿出纸笔 一定要请纪小兰留下墨宝 以光禅院 只见纪小兰和颜悦色 辉豪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 坐 请坐 请上座 茶 泡茶 泡好茶 方丈见词 羞愧不已 有句话说 别人尊重你 并不是因为你优秀 而是别人很优秀 这对很多人也许是一记当头棒喝 但回过头一想 也确实如此 当一个人 不是与熟人接触时 总是会不自觉地抬高自己 并享受他人在自己面前 毕恭毕敬的模样 而往往一个优秀的人 则从来不会这样想 很多人在乎自己是否体面 是为了自己 能够在别人面前抬得起头 或者想彰显自己的身份感 因此呢 这类人与他人交往时 习惯以身份来比较 身份高的 奴言必息 身份低的 狗眼看人 1966年的刑台地震 周恩来总理赶赴镇区 一户农民家里的老大娘 倒了一碗水给总理喝 但晚上呢 沾满玉米面 显得很不干净 随行医生正欲制止 被总理以目视退 随后 周总理接过碗 一饮而尽 这一举动 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一个人的可贵之处 不在于他的身份有多高 而在于 他能够始终如一地 待人谦逊 那些自以为的尊贵 其实不值得尊重 诸葛亮说 物以身贵而贱人 一个将身份拿来说事的人 一开始他就输了 人际关系学大师卡奈基曾说 对别人的意见要表示尊重 千万别说你错了 鲁迅先生一次与家中宴客 儿子海英同席 吃鱼园时 客人无不赞叹新鲜可口 唯有海英说 鱼园是酸的 母亲听了 立马责备孩子胡说乱闹 不守规矩 见到一旁被责备后 闷闷不乐的儿子 鲁迅呢 便把儿子咬过的鱼园尝了尝 果然 不怎么新鲜 人总是习惯陷入强烈的 自我肯定的状态里 固执己见 真正的尊重并不是社交场合的礼貌 而是对人的认可与理解 更是一种难得的修养 人这一辈子 人这一辈子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但凡最终胜出的勇者 往往身上都有种和善的气质 最起码当你接触他时 你并不会觉得尴尬 气氛始终温和 这是一种气场 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人格魅力 一个真正的明白人 他比谁都清楚 对人恭敬 其实是庄严自己 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做人切记 勿以身贵而见人 多难 才能顺其自然 战不断的凌乱 学会袖手旁观 多慢 等待时最长的陪伴 我告诉自己 不要心慌 未来路还长 城市在摇晃 让人天旋地撞 不知身在何方 想要的答案 原来在自己的心房 我们天各一方 无宿理伤 怪时间太匆忙 记得你曾说过 不见不散 无事不忘 直到天地都翻唱 就算世界都变扬 夜色苍茫 我还在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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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路太长 城市在摇晃 让人天旋地转 不知身在何方 想要的答案 原来在自己的心房 我们天各一方 无数理想 怪时间太匆忙 你记得你曾说过 不见不散 无时不忘 直到天地都翻唱 就算世界都变扬 夜色沧茫 我还在了地方 我们天各一方 无数理想 怪时间太匆忙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